在起初的时候 当罪像一块黑布从天坠落到地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地球瘫痪了 它把地上一切的塑造物 就是神所有的创造物 都置于捆绑之中 人类受到死亡疾病烦恼和悲哀的捆绑 整个自然界都陷入了罪 所以就是实际上是地球瘫痪的麻醉剂 于是我们坐在这里毫无指望 因为地上的每一个被造物都受制于它 每一个身在地上的人都受制于它 所以救赎必定是从一个没有罪的地方来的 不可能是来自地球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救赎另一个人 救赎必须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 所以当人意识到自己与神隔绝了时 他就成了流浪者 他们哭泣 他们叫喊 他们劳苦 他们在群山沙漠中到处流浪 想要寻找一座城 那城的建造者是神 for he knew that if he ever got back in the presence of God he could talk it over with him but there was no way back he become lost he didn't know which way to turn so he just took out wandering crying to find somewhere 因为他知道 如果他一旦能回到神的面前 他就能够与神商量 但是却无路可回 他失落了 他不知道要走哪条路 于是他就在外流浪 想要在什么地方找到一条回到神的怀抱的路 他内心里面有某样东西告诉他 他是来自一个完美的地方 晴天上午 在这里的会众中 或是当这磁带传遍世界时 在听磁带的听众中 不论是在这里或任何地方 没有一个人不是在寻找那个完美的 当你把账单付清后 你想那就解决了问题 但当你的账单刚付完 你家里又有人病了 当病人好了 你又有更多的账单要付 你不知不觉的头发就白了 于是你又想要再年轻起来 总是有什么是欠缺 一直都是如此 这就是因为罪的波涛不断的冲击 但在你的心里 因为你寻找那个完美 这就表明在某个地方 是有一个完美的 在某个地方 那是有什么东西的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罪人 人在不断四处流浪的原因 比如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 为了赶时髦 会把一九头发剪掉 会往脸上涂纸抹粉 来使她看上去漂亮 会穿上那些衣服 要显出她的体型来 为什么那样做 因为当她做这些事的时候 她能使男人们向她吹口哨 向她挥手 向她调情 她那样做 是因为这是在她的流浪和寻找中 她唯一能找来做的事情 她想在什么地方 找到什么东西 能满足和填满 她里面那个饥渴的心灵 年轻的男人们 也会为了女人做同样的事 要使自己对她更有吸引力 邻居会建一座房子 按某种样式装修起来 因为这会比他邻居的房子 要好看一些 事情总是这样的 我们寻找着什么 那总会有什么 比我们所找到的要好一点 比如一位年轻的女士 会发现另一位年轻的女士 比她更出名 一位邻居会发现 有一座房子 比她的更漂亮 一位妇女会发现 另一位妇女 穿着的样式 比她更好看 这是我们里面 有某个东西 在寻找什么 这就表明我们是失落的 我们想要找到某个东西 它能给我们带来那种满足感 能填满我们内心的那种饥渴 但看来我们似乎找不到 人类世世代代都在尝试寻找它 他们为此哭泣 叫喊 他们做了一切 他们所知道的 但仍然没有找到 他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漂流着 而且员 heavenly 他们为了EC 一次 那些 מה 那一创业 那一创业 那是可以 那一创业 那个蛋羽 就像奈业 坏 是的 一创业 的业 刚成人 OOK 所料到联葭 因为 变吗 那words 那道质言 那唣 质能� niew are lo 安 commencé 与 终于,有一天,就是哥哥他的那一天,有一位从荣耀中下来,一位叫做耶稣基督的,从荣耀中下来的神的儿子,于是哥哥他就形成了,那就是罪的代价被付上的那一天,罪的问题永远地解决了, 并且他开出了一条路,一直冲到我们所计可寻求的东西面前 他把我们带到了满足的境地,没有一个人才到了哥哥他, 看到了他的真相后,还能像原来一样的,当他到到了那个地方后,他曾经想要的,所恐慕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 那是如此重要的一天,如此重要的一件事,他震撼了这个世界 当耶稣死在哥哥他,付清了罪的代价,一劳永远地解决了罪的问题时, 他震撼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从未被如此的震撼过 这个罪恶的世界昏死过去了,太阳震舞而落,好像得了神经衰弱 岩石震动,群山裂开,以死制人的身体破坟而出 那是什么,是神降临在哥哥他 他永远地击上了那头,叫做撒旦的野兽 从那时起,撒旦就变得更加凶恶了 因为我们,主耶稣把真光带给了人类 我们都知道,一头受了伤的野兽是最凶恶的 带着他被打断的脊梁骨到处乱跑 注意,撒旦带哥哥他被击倒了 大地证明了,确实如此,最高的代价已被付出 那唯一能付出这个代价的来了,并在哥哥他付上了 这就是那个大代价被付上的地方 这是哥哥他对我们所意味着的事情之一 救赎人类必要付出代价 这是神的要求,无人有资格来付他 也没有人能付他,没有人能这样做 于是神自己来了,成为肉身 过着人的生活,带着人的欲望 在哥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时撒旦以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会去 以为他不会去经受这一切 但他去了,可惜满尼远 经受了人所经受过的一切事态 他经历了这些,就像所有的人一样 他付上了这个代价 那就是使地球浑死过去的 就像动手术的麻醉剂 当一位医生要给病人动手术时 他先给病人打麻醉剂 他在动手术前先叫病人麻醉过去 当神给教会动手术时 这个世界被打了麻醉剂 自然界也起了抽搐 难怪是这样 神在肉身中正经历死亡 那是这个世界一直所盼望的时刻 然而许多人却不知道这件事的重大意义 就像今天一样 许多人在寻找这些 然而他们却没有认出来 他们没有认出那条出路 他们仍在试图寻找快乐和世界上的事 想要自己找条出路 一直都有许多的路标 许多伟大的浴室 都指向那一天 在格格他的那一天的济品 曾在旧约中被羔羊 公牛鸽子等等所预表 旧约的这些动物济品 只是影子和预表 不能满足赎罪的要求 它不能打破那死亡的瑕疵 因为撒旦摘有了这个地球 就是他曾经在地上走动时 所踩过的岩石 那些燃烧的硫磺石 洛西福是早晨之子 当地球是个燃烧的大火山时 他曾在地上行走 当耶稣死在格格他时 那些同样的岩石爆发后 冷却下来 这个代价付上了 撒旦的捆绑被折断了 神把一条回去的路 交还给了人类 这条路通向他所要寻找的东西 他不必再哭泣了 当耶稣在格格他 打破撒旦的几辈时 当他打破罪 疾病 等等一切的疾病时 他就把这地上一切 必朽之物 带回到了神的眼前 并且一切的罪 已得到了赦免 哈利路亚 我们的罪被赦免了 傻但再也不能把我们与神隔开了 有一条大道 有一条大道已经开通了 有一架电话机摆在那 有一条线通往荣耀之中 因格格他的那一天 是每个人都能使用那条线 如果一个人满身是罪 那条线 把他接通到神的面前 他的罪 就可以得到赦免 不仅如此 那罪已经被偿还了 荣耀啊 你不必再说 我不配 你当然是不配的 你永远也不可能配的 但是有一位配得上的 代替了你的位置 你自由了 你不必再流浪了 你不必再做一个 在地上寻找快乐的人了 因为 这条线 来 你对 number